MING PAO TORONTO 所以准备给大家分享一下 反正就是大致分享了我12月底到年月的生活 然后这个时候刚好是圣诞节 所以到处都有圣诞树 但是今年的我觉得其实并不好看 之后因为这个时候刚好是我妈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找了一家餐厅 这家是阿根廷菜 还蛮好吃的 嗨各位 该跟你们分享一个最近我觉得很棒的东西 很好吃的食物 就是这个年糕 我已经把他的外包装给丢了 然后我现在穿的衣服没错 我今天就是又是宅在家的一天 就是 宅家日常look 然后突然想到这个东西蛮好吃的 想出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然后呢 现在我就要来煎年糕 没错就是那种日本的年糕 你们有看蜡笔小星吗 有看蜡笔小星的人一定就知道 它有一集不就是 它一大包年糕呢 它就是各种用什么红豆泥啊 然后什么酱油啊那些的 反正我今天就要来煎这个年糕 然后我自己觉得它本身吃就很好吃了 就是你也不需要什么酱油啊什么的 当然如果你有你也可以有 但我觉得本身是也很好吃 总结就是现在来煎这个年糕 因为我现在煮我的晚饭 然后我在炖牛肉 但是可能要炖个三四十分钟 所以就想说现在煎个年糕吃 各位我的年糕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 它就是会呈现一个像这样子 就是两面都这样 然后它就是已经 它就是已经变得就是 不说完了的那种触感 如果你想要在 如果你想吃比较脆的 你就可以等到它这个 这边就是破掉 我记得蜡笔小新 它演的就是上面有破掉 然后就会有个爆 这样那种感觉 你也可以等到那样子再吃 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 光吃就已经很好吃了 我喜欢就是这样子 白白的东西的味道 你们懂吗 就原本东西的味道 你们看 对很好吃 这是我心里发现 他们最好吃的食物 超好吃 这个是某一天 我跟我妈准备要去 附近的一个大公园走一走 然后去之前 我们先去吃早餐 然后进去之前 没错 我们在看鸽子 就是在看这个鸽子 这样一个洞一个洞的 很可爱 这个公园 其实我们已经来过很多次了 然后这次来 主要也就是走一走 再看一看这样 就是整个都这样黄黄哭哭的 这我们夏天来的时候 是有点火旺的 对啊 可是夏天来没有那个水啊 对啊 那我怎么还会抵蓝啊 这好漂亮哦 这就给大家 好好吃哦 大家来米兰的话 也很推荐来这个公园 因为它每个季节的景色 都不一样 而且你每个时间点来 也都会拍到不一样的照片 真的很漂亮 突然发现这里的光线 超级无敌好 这个是原相机拍的 看我那个嘴角 就知道我有多开心了 之后我们就去了一家餐厅 这家餐厅我很喜欢 然后他们每个季节 都会换不一样的菜单 这个是它的前菜 就是一个虾子 吃起来非常的甜 然后我点的是一个猪肉 它旁边放的是高丽菜 真的吃起来很像中餐 然后还点了一个 这个是鸭肉 就是那样子果酱配鸭肉的 然后我妈点的是一个意大利面 这家还是很推荐大家来吃的 而且每个季节的菜单都不一样 很特别 它比较不像我们传统 所知道的意大利菜 比较像是那种创意料理 然后甜点的话 我们点了一个 这个苹果肉桂的一个甜点 还有一个提拉米苏 他们家的甜点也都是很特别的 就是跟一般平常 我们吃到的非常不一样 最后这个是用三种 不同甜度的巧克力做成的 然后这个是某一天 我们点了一个外卖的蛋糕 因为在这边 意大利的蛋糕 真的看起来都超级好吃 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左右 我们就去了米兰附近的一个小城镇 Como附近的Bellagio玩 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上一次就准备要去了 但是因为上一次的时间不够 所以我们就这一次打算再去看一下 然后真的也非常推荐大家去 那边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那附近其实有很多个小镇 都是围绕着那个湖的 但是这个Bellagio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 我觉得它是里面最漂亮的一个小镇 因为我们搭火车是搭到Valena 然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坐船才能到我们要去的Bellagio 大家也可以像我们这样子排行程 然后它的船大概三四十分钟就会有一班 所以不用担心说要提前看好时间 但是各位我真的必须和你们说 如果你们不是午餐的时间点来的话 你们一定要带一点东西来吃 你们可以看到我后面的餐厅都没有开的 或者是即使有开也都是满满的人 或者是要排很久的队 所以其实我们逛一逛之后就回去了 因为就是肚子真的太饿了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带点东西来吃 或是吃完再来 嗨大家 我现在准备要出去 就是拿个包裹顺便去寄个包裹 然后还有顺便去倒个垃圾 然后外面现在下雨 对各位给你们看一下我刚刚做的 一个蛋糕 因为我没有那个模具 就是蛋糕的模具 所以它做出来是一个扁平的样子 但是很好吃 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天才 还有你们看 我这件衣服真的超好看的 这是我新买的 但是这件衣服有多好看 就有多会掉毛 它就是这种 你们懂这种毛吗 然后我今天穿黑色的裤子 它就是掉了整件裤子上面的毛 然后 因为我有点感冒 所以呢我的声音 所以我的声音有一点 鼻音 反正我现在就是要出门 但是现在雨感觉下好大 但我现在必须要出门 因为待会可能就 那个 要大洋了 对 最后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然后因为都是片段组成的 所以还请大家见谅 之后会尽量拍出连贯性的Vlog的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